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供养佛祖先时 需要打开供品 如有外壳包装的 要把它吃饭 这个没有骗子 是表我们自己一种沉浸 我们供养 供养祖先 供养佛菩萨 如果它是封得好好的不打开 我们这个要给人吃的话的时候 你想想看 人家说你这个不是诚心 你看你这个封得这么紧 我也吃不到 这是表示自己的沉浸 表发 不管它是不是吃 我们的沉浸心 表示到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都是 培养我们自己 孝心 诚心 诚意的供养 对佛菩萨 对祖先都这么样诚意 那对父母的照顾 肯定很做到 这个一定的道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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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